如果我们都希望一个更好的世界到来 至少更多的爱 要能够被自由的对待 台湾即使是亚洲第一个 也还是有太多美好的故事 是过去不被认同的秘密 其实我们的相处 不会因为法案通过有什么改变 但心里真的踏实好多 不再需要更多勇气 就可以在阳光下相爱 这样很好 在这里各种想法进步得很快 我和太太拥有完全一样的选择跟机会 因为想陪孩子长大 所以我跟公司请了半年孕育假 他开口说的第一个单字就是爸爸 面对同样重要的家庭与事业 我们一样有力量 因为信仰而当心惧怕 甚至遭受各种迫害 是人类史上长存的爱童 这里选择成为一个相互尊重 一起前往亮光起点的地方 我们人数虽然不多 但在这里很受到尊重 所有的力量都有欲望 但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愿意去面对 想要继续前述 我们人数虽然就要正常设计自己 我们是全世界上等上等的概念事件 到现在 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遗憾 可以成为未来的人却养 更加自由的一个相互尊重的基础 这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勇气 参与是民主 作为人民与政府沟通的方法 让人民更有效率地 拥有理想的生活 我孙子帮我上网登记投票 任何提议的政策 只要有五千个人付译 政府就一定会做出回应 我现在可以带着阿毛 去更远的地方了 在这里 所有的国家的语言 全是国家的语言 你在家语言 什么语言 在楼上有一个语言 有学者的语言 你聊到一期儿 不要用对家语言 我会在家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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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拜託 在這裡 往目標前進的路上 總是有好多人上前幫助我 在我的舞台上展現價值 人們並不同行我 而是公平的尊重 在這座島上 在這片海域 在台灣 我是自由的